欢迎大家跟杰西一起看新闻 今天是1月8号2021年 那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有点不幸的消息 在台湾发生的 好 这边的话我们的主词就是这个 Aircraft就是飞机的意思 Light是轻的 轻航机 好 动词就是crashed 好 坠毁了 车子撞车 飞机 坠机 都可以叫crash这个字 它可以当动词 它也可以当名词 好 在哪个城市 在哪个国家用in 这个in Pindon County 在屏东县 好 屏东县在哪里呢 这是一个 South in Taiwan 在南台湾 好 大家修饰一下 前面跟你解释一下 好 它是在南台湾 Thursday With two reported fatalities 对不起 Fatality就是死亡 好 死者 这个死者通常是用因为暴力 因为意外死亡的叫fatality 好 那reported这边当行动词用 被报导的这边是一个被动 好 行动词用来修饰这个死者 这样子 According to就是根据 根据这个县的 Bureau of Fire and Emergency Services 好 Emergency 这个字一定要知道 就是紧急事故 对不对 消防跟紧急事故 就是我们讲的消防局 这样子 好 那再来看到下面这一段 The wreckage and bodies were found in a mountainous area in the county's Sandiman Township at around 10.20pm The bureau said Bureau就是举刚那个消防局就说了 好 主持在这边 The wreckage and bodies Wreckage的话就是残骸 船啊 飞机的残骸都可以叫reckage 那这个W开头 这W是不发音的 就像写字的写right这个字一样 W-R-I-T right一样 那个W是不发音的 那你要记单字的话 你可以找类似 比方说这个字跟package包裹很像 对不对 reckage package 用这样子来记可能会比较容易一点 好 Body本来有身体 身体的部位对不对 可是这边指的是尸体 好 用在像这样子的时候指的是尸体 残骸 飞机的残骸跟尸体 被发现 we're found 好 这个被动 find的动词第三台是found 在Mountainers area 在山的第三区里面 好 那在 这个叫做山地门的地方 好 几点几分记得用的是at at around 10 20 p.m 这样子 好 今天怎么讲的有点卡 好 来我们看一下 Aircraft 那你要记单字的话呢 就是第一个你要会念 第二个你把它分音节 空气 aircraft craft就是船啊 飞机那种craft 好 Aircraft 飞机 第二个 crash crash 第三个这个字 死者的话 这个fatality 你知道它的中音在第二音节 那这个是一个fatality 你要会念的话 假如你的自然发音法 不是很熟悉的话 可以留言问杰辛 杰辛有做自然发音的讲义 你把自然发音法学起来的话 对于你的拼字会比较有帮助 好 再来第四个刚刚讲到 reckage reckage 残骸 第五个body body 尸体 好 再来昨天 川普鼓吹一些暴民 然后就是他们闯入国会议堂 然后造成很有四个人死亡 然后整个非常的那个乱象 就很多人发了推特 那这个是杰辛很喜欢的一个脱口秀主持人 叫做Jimmy Farron 好Jimmy Farron的tweet 我们看他讲了什么 Let's be very clear What we thought yesterday was an attack on our country and democracy This was an act of terrorism Not patriotism 好 这patriotism有点难念 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 Let's be very clear 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好 清楚什么事情 后面这件事情 What we saw yesterday 我们所看到的 What 这个是 这边的话 就是形容词子句 我们所看到的 昨天所看到的 所以这个What是你的主词 We saw 这边是形容词子句 好 What 我们昨天看到的东西是什么呢 What an attack 一个攻击在我们的country 攻击我们的国家 还有我们的democracy 这个字叫做民主 好 democracy 终于在第二音节 This was an act of Act就是行为 这是什么样的行为呢 Terror就是恐怖 恐怖分子 那个叫做terrorist 那ISM是主义 主义什么主义 Terrorism 好 恐怖主义 Patriot叫做爱国者 一个人很爱国叫patriot Patriotism 就是爱国主义 所以昨天看到 那个不是爱国主义 不是因为他们很爱国 他们爱国就不会去攻击 国会殿堂 对不对 所以他觉得那是恐怖主义 主要是让大家知道 这个ISM ISM这个字为主义 好 No.1 Attack 攻击 No.2 Democracy Democracy 终于在第二音节 No.3跟4 终于都在第一音节 Terrorism 恐怖主义 Patriotism Patriotism 叫做爱国主义 好 再来最后一个 这个是比较 在Phobis Phobis 上面看到的 有关于大麻的新闻 好 美国现在疫情 对不对 但是有一些地方 大麻已经开放 是合法可以使用了 Almost half of cannabis consumer age 21 and up have repraced or reduced their alcohol consumption with marijuana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coronavirus virus pandemic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a Harris poll release this month 好 这边的话呢 你的主词 好长哦 好 到底在哪里呢 这里的话 almost half of cannabis cannibus就是大麻 consumer就是消费者 大麻的消费者 好 这个年纪是几岁 21跟以上 就是21岁跟21岁以上的大麻使用者 这里的这个consumer 是你真正的主词到这边 好 have repraced or reduced 这个是现在完成式 他们已经替代 replace这个字多亦很常出现 好 replace 替代了 reduce减少了 减少了什么呢 their alcohol consumption consumption就是消费量 consumer consumption 有没有看到同样的那个consume consume的那个消费在里面 好 alcohol是酒精 就他们呢 替换他们的酒精消费 改成什么 with marijuana 好 marijuana就是大麻 cannibus跟marijuana都是大麻 两个不同的讲法 好 什么时候呢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从那个疫情 新冠肺炎的疫情的开始 所以这边是一个现在完成式 你的since后面加的是一个时间点 这个时间点加的就是 新冠肺炎开始的时候 就这么做 一直到现在 所以这边用现在完成式 According to 根据the results of harris poll release this month 好 result是结果 根据什么样的结果呢 这个harris poll 这一家 poll的话 大部分都是问卷调查公司 好 公布的release 释放释出公布的 好 在这个月 这样子 这个句子没有很难 今天讲的句子都还蛮简单的 就主持动词这样子 刚刚有个形容字子去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些名词 第一个名词 canni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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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重音在最前面 你知道重音分音节 就会觉得比较好念 cannibus 那也比较好背 大麻 第二个replace 重音在第二个音节 replace 取代 第三个 consumer consumer 消费者 在中音在第二个音节 再来是consumption 好 consumption 记得有tion的话 大部分它的中音节 就会在tion前面这个音节 所以是第二个音节 consumption 消费量 再来这个字有点难念 它不是 这个 j这边为什么会念wa呢 这个好像是西班牙文 不是很确定 mariju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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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大麻的意思 最后一个动词 叫做release 重音在第二个音节 release 好 那今天的新闻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话 欢迎按赞跟分享订阅 其实有脸书跟部落格 也欢迎追踪 那今天有讲了一个是 合果 各种不同合果的 中文跟英文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谢谢收看 拜拜